我们今天第三讲 我们讲到的是 婚姻是无条件的爱 婚姻是无条件的爱 那我今天 还是要请Jason来带我们祷告一下 来 先生主义书 感谢你再次让我们有机会来这边 借由牧师的口 让我们知道 婚姻是要靠彼此的付出来学习 也要靠我们跟神的关系来增进 求主能够让我们今天大家都能够有所得着 感谢主向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好 我们时间也有限了 大概只剩下三十分钟 没关系 我们都是后发先至 我们要来每一次 我们这一堂课叫做 建立和神心意的婚姻与家庭 所以重点在哪里 和神心意 所以一定是要用上帝的法则来建立的 那也话说回来 也唯有要用神的法则 才能够建立好的家庭跟婚姻 如果没有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世上的婚姻实在是 太多太多的挑战了 同不同意 所以一定要回到神的理念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讲说 婚姻是无条件的爱 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 婚姻是舍己的爱 你们还记得吗 借着你的太太 借着你的顺服舍己 来成全丈夫 那么丈夫呢 借着你的舍己的爱 牺牲的爱 来爱妻子 有没有 这样子婚姻就能够建立得很好 那今天我们要来讲这个 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可以说是 普世的经文 而且是世界上 有信主没信主的人 都很爱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叫爱的真谛 是保罗写出来的 那我们就一起来读 好不好 请 爱是很久忍耐 有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发 不张黄 不做太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寄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乎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好 那我们就一节一节 很简单的把它解释过去 第一个 首先要讲的是说 希腊文的爱 你知道我们中文 爱只有一个字 叫做什么 爱 中文只有爱 对不对 love 英文只有love 这个都是比较 可是希腊文 他们的字意 本身就有很多的层次 那么他单单爱就有三种 有一种叫做 philat 这个你知道 废臣有没有 废臣 philatete 有没有 其实就是从这个字意出来 另外这个意思是指 兄弟跟朋友之间的爱 或者是忠贞跟忠诚的爱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爱的意思是eros 就是指男女之间的性爱跟性欲 还有一种爱叫做什么 agape的爱 agape的爱就是神对人无条件的爱 那么上帝设立这个婚姻 婚约是讲到说 希望我们这份爱是能够如同神一般 是这样的一个agape的爱 是无条件的 是不求代价的 不是交换式的 不是你对我好 我才对你好 不是说你对我有利 我才对你有利 你有没有发现坊间的爱情婚姻 如果是用这种交换式的 早就都没有了 有没有 所以重点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 神对人无条件的爱 好 那第一个 爱是恒咎的耐 又有恩池 那这是我最喜欢 富利德牧师 他在台湾服事了三十四年 然后服事了三十四年以后 他真的他重新定义了这一节经文 他服事了好多好多的弟兄姐妹 好多好多的有困难的人 有需要的人 他最后他把爱是恒咎的耐又有恩池 他重新把它解释 来我们来读一下 请这里 爱是很有时间 不怕麻烦 尊重人的感觉 保护人的尊严 爱是恒咎的耐 恒咎的耐就是 很有什么 时间 今天我既然进入了这个婚姻 咱有时间 我跟你耗 来吧 五十年六十年够不够 既然有那么多时间 咱就不怕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不怕什么 麻烦 很多时候我们 你知道当年轻的时候 你爱我爱 爱得死去 回来可以 等到生病了 等到他有困难的 好麻烦 我们就把他什么 丢掉再换一个 有没有 你知道 不怕麻烦 不要怕对方 再来尊重人的什么 感觉 保护人的尊严 这就是又有恩池 什么叫恩池呢 恩池就是 你还是要尊重他的感觉 你还是要保护他的尊严 有没有 这第一个 好 第二个 很快的讲过去 爱是什么 不嫉妒 什么叫不嫉妒呢 就是喜爱所爱的人 得益处 而且什么 越多越好 我请问一件事 如果你的孩子 很优秀 然后得到 这个 进了名校 甚至得奖 你会不会很高兴 你会不会嫉妒他 说我孩子怎么可以 比我优秀 为什么你不会嫉妒他 你知道说 爱 你很爱他嘛 你爱他 所以那个是真爱 对不对 那同样的你会不会嫉妒你的配偶也得到很多益处 不会 不会 他好优秀 他比我强 他在收入上比我高 然后你嫉妒他 不会吧 越多什么 越好 OK 越多越好 什么叫爱是不嫉妒 可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对你爱的人你不会嫉妒 那可是另外一个不爱的人我们就会什么 嫉妒了 那下一个爱是不嫉妒 好再来 所以我请问你 你会不会希望你的配偶越来越好 你会不会可慕他越多越丰盛 越被成全起来 对不对 其实你知道你的配偶被越来越好被成全起来 对你也是祝福啊 不是吗 所以爱是什么 不嫉妒 好第三 爱是什么呢 不自夸不脏狂 你们帮我读一下好不好请 不想把别人显得渺小 也不愿意叫别人难堪 各位什么叫做不自夸不脏狂 就是这句话 不要把别人显得渺小 也不愿意把叫别人什么 难堪 可是很多时候你会没有发现我们会想把配偶贬低 怎么样 你这个白痴 对不起啊 你这个笨蛋 你我用膝盖想的事情我也懂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要把对方什么 贬低 然后把自己显得什么 高 各位 然后叫对方难堪 那我自己也年轻的时候也犯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我自己都承认 我各位你知道我在讲这个 经文不是说我已经做到了 我自己也还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遇到我自己也有这样的 会想要把别人什么 踩下去 让它渺小一点 然后太高抬一点 这就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对自己不够 没有安全感 可是慢慢的随着在神的里面越来越被得着 越来越被得着了 所以其实还记得上礼拜我们讲九条牛的故事吗 你要给对方什么 他如果只是两条牛或三条牛 你要帮助他成为九条牛 对不对 成全他 好 再来 第四 爱是什么 不做害羞的事 不做害羞的事 其实就是不包庇罪恶也不互避什么暗昧的行为 你知道我们听过在几年前 最近那个Netflix出了一个这个纪录片 在几年以前 有一个网站叫做什么 偷情网站 然后里面听说有三千七百万名的用户 也有很多女生 也有很多男生 结果你知道吗 大家就被领诱 如果你没有这个心 你会不会上这个网站去注册 不会 结果呢 包括名人 包括检察官 包括神父 包括还有好多人 都上网去注册 因为注册要做什么 要去配对 而且他们还宣称 这个网站是非常的安全 绝对你的个资绝对不会被泄露 结果你才发现完全是假的 那个个资马上就被嗨 就被那个拿走了 然后呢 全部公布出来了 哇这下子你知道有好几个人自杀 有好几个人 他们就失去他们的工作 这是暗昧的事 他为什么要上去 他说我是好奇啊 各位 如果你没有这个心 你就不会做这个动作 因为你要留很多的个资在里面 结果听说里面的那些女生的相片 全部都是假的 老个白连你3700万都是男生啊 各位 各位真的不要被骗啊 不做害羞的什么 不做害羞的事 好 第五 不求什么 自己的意思 你们再帮我读一下 好不好请 谢谢 各位在婚姻里面 这个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 所有的 不是说我进入了这个婚姻 然后我是要来你来帮助我你来给我 而是我要来给你 各位当你用这个态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的婚姻就猛祝福了 婚姻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 可是如果对方有要犯罪有要做什么 你不能说因为牧师姐也讲不求自己的益处 我什么都给你不是这样子的 懂吗 好 不轻易爱是什么 不轻易什么 发怒 什么叫做不轻易发怒呢 就是可不可以发怒 可以 可以 可不可以吗 可以啊 上帝创造我们有七情六欲啊 我们有喜怒哀乐啊 可不可以发怒 可以 但是故什么 虚恋发怒 不随便 所以冲上来的怒火在神怀里被释放 这里有一段话 箴言十九章十一节一起读一下 听 人有见识 就不轻易发怒 宽恕人的过失 便是自己的荣耀 所以爱是什么呢 爱是不轻易发怒 不是说不能发怒 是不随便发怒 那即使发怒了 圣经里面我们跟人讲 不可含怒到什么 天命 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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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tershow的时间比较久一点 到天命 不可含怒到哪里 日落 这个意思就是说 尽量不要隔夜 你知道 你有没有发现 生气 然后如果隔夜 越来越 越拉越长 越来越长 越难道歉 而且道歉的时间 就是一草赶快道歉 最有效 所以可以发怒 可以生气 可是不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赶快和好 Amen 跟旁边一讲 赶快和好 然后我们常常讲 什么叫做灵命 各位 灵命 灵命不是 这我常常讲 灵命不是说 我很会背圣经 灵命不是说我在台湾很会开敬拜 灵命不是说 哇我好会 我在教会很会服事 我每天早上九点就来服事 当然这是好的 对不起 我要讲 只有一句 缩短犯罪跟认罪的距离 讲一次 缩短犯罪跟认罪的距离 意思就是 我们会不会犯罪 会啊 每一天都要犯罪 每一天都要生气 每一天都要 找到好多好多的问题 可是 你那个犯罪跟认罪的距离 如果能够越短 其实就是表示你跟神 越亲近 你懂吗 直到有一天你可以 one second 那不得了 这样懂吗 缩短什么 犯罪跟认罪的距离 好 再来第七 这里说 爱是什么呢 不计算人的恶 帮我读一下 蓝色 不计算人的坏账 真正饶恕人的恶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有的时候我们心中都有一把账 都有一本账 有没有 十年前你怎样 二十年前你怎样 十五年前你怎样 各位 当你记了这个坏账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真正饶恕了 你也没有办法跟他真正的和好 所以从此一笔勾销 如果你想要建立真正的好的婚姻家庭 过去那些不好的方面 那些曾经伤害过的 奉主的名 我都一笔勾销 因为我要建立好的婚姻跟家庭 所以爱是不计算人的恶 所以你真的饶恕人 你就不要记账了 把你那一本账本拿掉 Amen Steven 有没有账本 太多了 今天等一下就把那一本账拿掉了 不要再记了 没有啦 我就是随便点了 爱是什么呢 不喜欢福异 只喜欢真正的 不喜欢福异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不喜欢福异 只喜欢真正的 所以爱 真爱是在真理中 各位 真理只有一位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什么 真理和生命 所以如果你要找到真爱 你知道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的人生的盼望是在主耶稣 不是你的丈夫 也不是你的妻子 Amen 你懂吗 可是当你找到主耶稣 你就能够用主耶稣的爱 来爱你的配偶 很多时候 姐妹们都很想说 我要找到一个真爱 我就是一个公主 我要让我的丈夫来爱我 结果你发现你失望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丈夫 永远 永远会让你失望的 真的 所以我再讲一次 你不要想要从你的丈夫找到什么 找到什么 真爱 可是你如果到耶稣 找到真爱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 你可以用耶稣的爱 来爱你的配偶的时候 你发现有了 所以 真爱是在真理你 只有在耶稣 所以 你的盼望不要建立在配偶身上 好吗 难怪你会一直失望 听得懂的意思吗 你的盼望建立在主那边 而且会比最有盼望的 好 再来 适得凡事 哪适得凡事呢 我们读一下 请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 好 凡事 简单的讲过去 凡事包容就是一直的接纳跟保护他 凡事相信就是不存恶意的 什么 疑惑人 会不会他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你知道我们多时候 我们都很容易猜疑 久没见面 人跟人之间就有一种存疑 可是不要存恶意去疑惑人 好 什么叫凡事包容 就是积极的向好的方面 什么 期待 各位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在争吵中就说 算了 你永远不会改变了 结果 结果 不要 永远不要改变 可是其实我们还是要对对方 积极的相信他会改变的 Amen 阿姆 你相信平平会不会改变 会 有盼望 这就是盼望 还有再来什么叫忍耐呢 为主忍受各样苦难的什么 能力 你又说 神啊 我愿意致死忠心 如果有人来逼迫我的话 边打我 我也要承认你 那你先为你的婚姻来忍耐好了 对 原来上帝 借着这个婚姻 就是要让我们来学习 为主忍受各样苦难的什么 能力 好 那么最后 第十还没有讲完 这只是 我们先把经文讲完 好 第十爱 最后这一句话很重要 爱是什么 永不止息 你看 love,neighbor,fair 为什么love,neighbor,fair呢 永不止息是指 永远不贬值 或什么跌倒 爱永远不贬值 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么多年来我们当中有人结婚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或更久 你们有没有贬值 还是永保新鲜 你倒说 永远不贬值 蛤 你倒是这样说 蛤 也很一文不贬 也很一文不贬 哎呀 好 这里就讲到 只爱比一切存留的更长久 而且永远 你知道这句话很好 永远偶有其什么 地位 Amen 这个爱的地位永远在 好 那我们来读下面这一段话 什么叫做爱是永不止息呢 请 爱永不败落 永不败产 永不消失 永不终止 爱就像神永远的生命一样 因为爱乃是神生命的证据 弟兄姐妹 为什么爱是永不止息 因为神就是爱 Amen 神就是爱 所以神永远不会失败 神永远有机会 所以爱永不败落 爱永不衰残 爱永不消失 爱永不终止 Amen 好 那我们现在还有十二分钟 我们讲 那么 这个是经文本身 这样子大家有没有被神的话语鼓励到 有没有 有 那么怎么实践呢 你就说 好啦 那我这个我愿意 那么 所以呢 就有讲到说 五种爱的语言 这五种爱的语言很重要 就是我们能够来落实在我们的 夫妻的 其实这五种爱也可以落实在夫妻的关系中 父母的关系中 亲子的关系中 甚至是弟兄姐妹 朋友的关系中都可以 那五种爱的语言呢 第一个是什么 肯定的言词 第二个 心心的时刻 第三 服务的行动 第四 接受礼物 第五 身体的接触 好 就是这五种爱的语言 你要讲肯定的话 谢谢你 你很棒 我爱你 然后呢 约会 然后你服务他 替他洗碗 然后送小礼物 还有大大的拥抱 这是什么 那我们一点一点还要再讲 什么叫做肯定的言语 肯定的话呢 你知道吗 马克吐 我们都认识马克吐文嘛 有没有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 一句恭维的好话 我可以活什么 两个月 你们觉得重不重要 你们跟牧师讲说 牧师 今天这个讲道讲得很好 我可以活两个月 你们要不要我长寿一点 要 要的话 麻烦恭维一下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在讲的意思就是 你真的 你有没有发现被肯定的时候 心花什么 现在其实上帝创造我们 就是我们 我们需不需要被肯定 需不需要被assurance affirm affirmation 有没有 被肯定 需要真的 所以我们都要彼此来肯定 谢谢安部 帮我们剪头发 非常 谢谢何瑜在我们后面 帮我们做影音的工作 对不对 肯定 谢谢Iris 还有Sean 回台湾短宣 还有现在在帮我们 帮我们喷那个椅子 我们要不要彼此肯定 要 好 我们谢谢这个Jason 他这个本来没有要做助教的 不知不觉变成助教 现在要帮我们录影你知道吗 然后再过两个礼拜 他们夫妻要来讲这个 这个 家庭的祭坛 然后唯一邀请他们 他们一口就答应了 谢谢你们 你们太棒了 各位 真的 我们这样彼此肯定的时候 你觉得能不能多活两个月 会 那么你 希望你的配偶多活两个月 还是要他找死 那你就要多多肯定他嘛 这里说到 人人都需要什么 肯定 男女 有别 一般说来 男人在这方面 需要的比女人多一点 其实男女都一样 都需要被肯定 所以 但是我 姐妹们 我真的是 真的是恳求你们 今天你们上读 我真的有上这堂课 你回去一定要 肯定你的丈夫 好不好 老公 辛苦了 哇 你这个花很多时间 在外面工作 把钱拿回家 我好好感谢你 老公 哇 真的是 你是我见过这世界上 最英俊的男人 哇 哇 老公 你 玉树临风 这个就不是 哈哈 哇 反正 有多洛马 都可以讲多洛马 有什么关系嘛 夫妻之间 对不对 好 肯定的话 那你就说 不是啊 我不太会讲肯定的话 现在就教你 来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 肯定的原始 有这几种 第一个我们来读 肯定的话 再来 欣赏的话 鼓励的话 感性的话 赞美的话 恭维的话 感性的话 优惑的话 你看重不重要 真的重要 各位 姐妹们 好好的鼓励一下 弟兄 让他多活两个月 对不对 真的 真的 好 这个 我想如果要讲 我们就会讲不完 大家 可是大家有catch的 以后呢 有一本书叫做 五种爱的语言 鼓励弟兄姐妹以后 可以去读 好 第二个叫做 有品质的相处时间 叫做quality time 女人比较在意的是 有品质的相处的时间 所以弟兄们 这里说到 你看许多妻子所求于丈夫的 不是钻戒 而是相处的时光 就是两人套在一起 什么事都不做也罢 你看我 我看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常常讲 夫妻之间一定要约会 你说老夫老妻的 约什么会 走 去吃麦当劳 走 去吃银言 也可以 可是建议 还是要约会 现在这个通货膨胀 以前说一个礼拜一次 我们现在改两个月 两个礼拜一次好了 或者说一个月一次也没关系 但是要不要 都没有 不能了 还是要不要有 要 quality time quality time 就是你要预备的 甚至要着装的 然后两个人就去 就去有一个约会的时间 那主要还不是约会 不是吃馆子 重要是能够 好好的讲一些话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忙到一个地步 到最后要跟太太 或者是丈夫配偶讲话的时候 要预约 怎么样 要预约 你有空吗 有 好 那我们等一下三点的时候聊一下 好 很忙 忙完以后 可以坐下来聊天了吗 有品质的相处时间 Amen 那这个部分我要跟弟兄讲 弟兄 这是你的责任 你要主动 Amen 你不要让太太讲 你让太太讲就要嫁了 对不对 Steven 今天也没有要针对你 就没有 哈哈哈哈 要努力啊 没有要针对你 有品质的什么 相处时间 那你一定要拨出来 拨出这个时间来 好 那么行动要领啊 这里来 我们来读一下时间的缘故 简单走过去 专门什么 给他 切磨他说他的 你做你的 对方说话时 要注视对方 深情 我们现在如果你的配偶在你旁边 你跟他 i-content一下 i-content 重不重压 骗毛 重不重压 需不需要 好 眼对眼 我都会跟你眼对眼一下 各位很多时候 我们都不好意思 对 好 来开始 要洗耳什么 耸听 耐心 倾听 不打岔 从头什么 听到 有一句话说 这个世界 不缺嘴巴 只缺耳朵 听得懂吗 很多时候 我们都没有时间倾听 我们一直讲 对 好 贵琴 谢谢 我知道你反应非常的好 对 好 注意对方的肢体语言 听话中话 话中有没有话 有 有 我就常跟你们姐妹讲 有的时候我们骑机车 骑机车 然后后面姐妹抱着我们 然后我就问师母说 能不能 她说我不能 其实是谁在能 你知道吗 然后有的时候出去 饿了吗 我不饿啊 其实是我们在饿 你饿吗 你知道问对方你饿吗 其实他不是在问你 是在问谁 在告诉你 所以话中要有什么 话 这样懂意思吗 对 而有感情什么 共鸣 所谓 心有灵犀 此时无声 胜有声 对 心有灵犀 好 简单讲到心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礼物 礼物重不重要 说我都不需要礼物 其实爱你爱对方 就会送他礼物 会心的礼物 不一定职人多钱 但他却是无价之法 重点是背后那份什么 心意 心意重不重要 重要 所以那不是每个人都会需要礼物 可是其实礼物也很重要 礼心情意什么 送 好 这我们就多说 还有一个是爱的服事 如果你爱一个人 自然想要为他做一些事 夫妻之爱也是如此 反过来说 如果夫妻有一种 有一边不为对方做些事 对方的感受是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那我就认识一位姐妹 她说 我就说 你什么时候感受到你的丈夫 对你的爱 她跟我讲一个 我蛮感动 她说她怀孕的时候 她说她要下来 他们要出门 结果她弯不下去 她丈夫跪下来 帮她细鞋带 她说那你的动作 她好感动 所以原来弟兄们 细鞋带的这么小的动作 就可以感动太太了 不一定要做什么大事 可是我们都要想要帮她 带她去做游轮 让她上山下来 其实不用帮她吸一个鞋带 其实就是一个服务的行动 还有洗碗 对不对 还有帮太太老婆按摩 请问有按摩的举手 你看有按摩有按摩 很好 没有按摩 今天回去按一下 像没有按 要按一下 马上就动作了 其实丈夫的力道比较够 就帮忙按一下 对不对 按一下很好 很舒服的 好 爱的服饰 最后一个是亲密的接触 亲密接触包括一同坐在沙发上 牵手 亲热 拥抱 亲吻 当然还有什么 性生活 各位 我想我们这里有的年轻的 有的中年的 有的年长一点 但是无论如何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拥抱 那我们从小我们都会把孩子一直抱 到现在为止我们家老大老二回来 抱抱 那个是很习惯的 各位你一定要抱 Amen 那老婆也要抱 丈夫也要抱 可是 所以你们要给抱啊 你不能说我不要不给抱 这样子就其实你就推开他了 那这个推力一推出去 外面万一有拉力那怎么办呢 懂吗 所以你一定要把他拉住 所以那这个亲密的关系 大部分弟兄会比较有需要 好 时间的关系 最后这五种语言 还记得吗 这五种语言 对 就是服务的行动 肯定的原词 接受礼物 精心时刻 身体的接触 讲完了 其实 本来是要让你们 每一个人写一点东西 写 现在我们就用 14分 还有一分钟 我们每一个人呢 你就写一段 对 配偶爱的话语 然后你就交给他 这样子就好了 我们今天就结束了 来 赶快帮我翻一下 没有笔的 自己去找笔 或者说 这叫你们刻后 刻后的 刻后的那个 来帮我穿一下 我想我们 我们今天听了这么多了 可是 还是要有一些行动 所以你每一个人 写几句话 那么如果 从立婚约的 你们趁这个机会 可以写一段话 就是说 对他 对对方的感激 肯定 鼓励 都可以 好不好 好 15分了 我们 我们今天就 就到这里 那我们就 谢谢